那么备受外界关注的北京大学起诉前北大教授 邹恒甫名誉侵权案1月20号的上午开庭审理 邹恒甫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 也是中央财经大学的教授 2012年的8月份 邹恒甫在微博上指摘北大院长在某餐厅吃饭 只要是看到漂亮服务员就会下手兼淫 教授主任也不例外 但是后来邹恒甫把指责的对象改为少数教授 2012年8月21号 邹恒甫在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上发表言论说 北京大学的院长、教授、系主任们 在梦桃园饭店吃饭时兼淫漂亮的女服务员 他说除了邹恒甫 北大营棍太多 北京大学及北京梦桃园餐饮公司 以邹恒甫的微博言论侵害名誉权为由 2012年9月先后将邹恒甫告上法院 今年1月20号上午9点 北京海淀区法院对此进行了公开审理 邹恒甫没有出庭 由辩护律师代理 由于双方不同意调解 法院将择日宣判 邹恒甫的辩护律师 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正夫 告诉新唐人 他们的主要辩护意见之一是 北大不是市格的法律主体 不具备控告邹恒甫的主体资格 朱正夫的第二个主要辩护意见 北大是行政主体 不是民事主体 没有名誉权 因为名誉权是一个民法 那么四权力 它只是民事主体才享有 那么在本案呢 北大它不是民事主体 它是行政管理主体 它跟少数教授之间的关系 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所以北大不享有名誉权 因为他不享有名誉权 所以他也不存在民意侵权的问题 朱正夫特地强调 邹教授作为一个公民 他有批评权和监督权 邹恒甫提交了一些已经公开的证据 来证明他微博中所说的情况 20号开庭当天 邹恒甫发布消息说 在这个腐败淫乱 吃喝玩乐 破坏中国神圣教育的时候 北大以学校的名义 给少数淫棍打官司 是多么的好笑啊 朱正夫表示 他们向法院提交了已经公开的证据 以证明北大少数教授有生活作风和行为不端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部分材料没有提交 我们不提交的部分是北大的一些老师和学生 举报给周老师的一些材料 这些材料我们认为现在不宜公开 因为他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这些举报材料本身真实际很 我们现在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所以我们也没有想法来提交 在法庭进行审理的同一天 周皇甫还在微博转发中心社2009年的一篇报道 题为 前北大副校长 不想女儿被玩弄 就别在国内读博士 这位前副校长在饭局上对有人说 就他从周围教授那里得到的消息 目前中国的博士导师 除了所有的著作 都是男研究生效劳完成的 基本上都会在适当的时候 找一两个女博士生 而这些女博士生 要想最后戴上博士帽 一定会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博导们 他说 据他们北大教授圈内的统计 全国高校中高达70%以上的女博士 被新中国的博导们传授知识的同时 也顺带被奸淫 周恒甫目前担任世界银行研究部 终身高级经济学家 及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 深圳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 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主席 他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 首位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 并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的 中国大陆学生 周恒甫在1998至2007年间 曾出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 中央财经济学院